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总统川普表示,已经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直通的电话号码,如果金正恩有任何困难,可以立即打电话给他,并称最近可能会打电话到北韩。 川普15日在白宫草坪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,被问到父亲姐,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,有什么计划,他表示,我真的会打电话给北韩,但川普没有明确指出和谁通话,他只说,嗯,我要和北韩人交谈,我要和在北韩的人谈谈。 川普还说,他已经给了金正恩他的电话号码,金正恩能够与他直接联络,我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他,我现在可以说,嘿,我们有点问题,我给了他一个直通的电话号码,他现在可以打电话给我,如果他有任何困难,我也可以打电话给他。 川新会后川普对金正恩赞预有加遭到外界批评,对此川普强调,你知道为什么,我不想看到一个和武催你和你的家人,我想要一个好的与北韩的关系。 他还批评,前总统欧巴马根本就是想准备与北韩战争。 说明,我现在是让他再长了, Omлаха子并非和领身根本就要是我们的散装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